人生開了第一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 三間房間 最後來到了鼎 所以有一種釋懷感 能夠離等飛機 這邊風景很漂亮 OK啊 OK啊 拍完天台的戲 現在要拍奇幻旅館 感覺很好玩 奇幻的概念 無神也很奇幻 歌的概念是因為 距離我上次發遺體應該也有三年了 然後其實這些年當中 對於音樂的熱忱 我覺得就是可能會慢慢的變得比較薄弱 但是呢 有一天我就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繼續做這件事情 那 以前可能會為了追求一些目標 或是想要達成某些目標 而非常的盡力去做 但是現在會變成說 我可能想要給以前那麼盡力的我一個交代 所以 其實這首歌算是我想要對過去的我 還有未來的我做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因為我希望現在的自己可以保有以前的我的勇氣 可以繼續努力的走下去這樣子 不用到很沉重 但是你也不會是輕重 還不到放棄的時候 應該要再繼續努力一下 所以就有了這首歌 然後很幸運的 剛好有Berdy導演的協助之下 我們拍攝了一個非常奇幻的一個MV 會設定旅館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整個旅館的這個小旅程 就很像是它的創作歷程 或者生命歷程 那每一間房間都代表每一個階段 它所面臨到的壓力或是痛苦 或者是成功都好 所以我用房間來代表 那所以 包括整個旅館的牆啊 或是道具 它都有一些符號性的東西在 其實 大家仔細看 其實蠻多細節藏在裡面的 拿小提琴拉到 鑰匙都不會用 巫師小孩沒用過鑰匙 他都嗶嗶這樣 想想不用鎖門啊 我們去安好 主要也就是講 每一個階段的他 經過不同的掙扎 或經過不同的自我探索對話 最終他才能走到現在 所以最後我才用一個頂樓的意象是 無論你前面走得多辛苦 無論你經歷了多少事情 最終總會回到現在 那一些過去總會成就現在的你自己 那你有沒有成為想要的你自己 那其實你自己心裡有數 好 那我們上新人 Yeah 現在我的心情來 1 2 3 開心 好玩 感恩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一個回家心切的女藝人 沒有 他就是 他從早上年 開開心心啦 平平安 平安 生生力力 生生力力 好好再顧 好好顧年 大家恭喜 拜拜 謝謝 好